大家好,前面我们学习了关于文理的概念,以及如何解析文理。 今天我们再来学习如何通过文理,实现简单的动画效果。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最基本的动画的播放过程。 我们最常见的动画是逐针动画,它的原理就是在时间轴上逐针绘制不同的内容,然后连续播放而形成动画。 因为最低只需要每一秒连续播放24幅画面,我们的大佬都认为它是连续的。 那么在3D游戏开发当中,我们就经常使用这种方式来制作一些特效。 我们一般是在其他软件里面,制作好特效,然后导出成一个序列位图,然后放到程序里面,由程序进行切图并且播放。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常规的序列位图到底是怎么样的。 比如这张图片,大家就可以发现,在这张图片里面,每一格动画是连续的。 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图片是几行几列,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对这个图片进行切图,然后进行播放。 在2D里面,我们一般需要拷贝这幅图像里面的每一个画面的内容,拷贝出来之后,然后再进行播放。 但是在3D里面,我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学到的纹理座标的概念,我们知道模型是通过纹理座标来对纹理进行映射。 那么如果我们修改了纹理座标,我们也就进阶的修改了纹理的映射。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修改纹理座标的方式来映射我们的纹理。 那么针对这种序列图,我们就可以在GPU里面,通过修改纹理座标来映射每一格图像画面。 然后我们就通过不断的修改纹理座标来达到我们的连续播放的效果。 我们现在绘图来看一下。 我们就以这张图片为例来进行讲解。 假设这是我们的一个平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平面里面,这一个顶点的UV座标为00。 这一个顶点的UV座标为01。 这一个顶点的UV座标为01。 那么这四个UV座标刚好完整地映射完我们的这一幅图片。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改变我们的顶点的UV座标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幅图片。 这幅图片是一个五行五列的图片。 那么对于这幅图片里面的这一个动画来说, 这里的UV座标为00。 这里的UV座标为0.20。 那么这一个UV座标为00.20。 这一个为0.20。 0.20。 那么我们如果想要这一个面片显示这一格动画, 那么我们就需要改变这个面片的UV座标, 使得这个面片的UV座标变成这一格动画的UV座标。 我们观察这一格图像的UV座标,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一格图像的UV座标, 在左上角, 它没有任何变化。 在左下角, 它相当于是重座标, 缩短为原来的五分之一。 那么在这一个顶点, 它相当于是很重座标, 缩短为原来的五分之一。 那么对于这一个座标, 它相当于是在很座标和重座标都缩短为原来的五分之一。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一个面片的UV座标进行处理。 我们让它省一五分之一, 就可以将这一个面片的UV座标, 映射到第一格的这个动画上面去。 那么完成了第一格的动画的映射之后, 那么对于其他格的动画, 我们处理起来就非常简单。 大家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从第一格的动画变换到第二格的动画上面去, 我们要完成的只是平移我们的横座标。 那么对于将第一格的动画变换到第六格的动画上面去, 我们要完成的只是平移我们的重座标。 那么对于其他格的动画来说, 我们只需要完成的是平移我们的横座标。 以及我们的重座标。 现在我们就来实现一下这个功能。 我们沿用之前的项目, 然后修改其中的代码。 打开我们的项目的工程文件。 在这里, 这一个面片非常简单, 我们就直接手写一个面片的模型数据出来。 我们首先注释掉我们之前的OBJ模型的解析器。 然后来添加我们的代码。 现在我们就来添加我们面片的零点数据。 首先是左上角。 然后是右上角。 然后是右下角。 最后是左下角。 添加完成之后, 我们就来添加我们的发现数据。 发现数据其实很简单, 因为都是朝着一个方向的。 最后, 最后我们来添加我们的UV数据。 那么左上角0点的UV数据为0.0。 0.0。 右上角的UV数据为1.0。 0.0。 右下角的为1.0。 1.0。 左下角的为0.0。 当我们模型的顶点数据添加完成之后, 我们就来添加我们的模型的索引数据。 因为一个面片有两个三角形构成。 那么我们就需要六条。 分别为0.1.2.0.2.3。 然后我们注释掉我们以前的上传GPU的数据。 然后注释掉我们以前的代码。 首先需要上传我们的顶点数据。 然后是我们的UV数据。 。 然后是我们的发现数据。 。 最后是我们的索引Buffer。 。 。 然后来修改一下我们绘制地方的代码。 。 那么它一共有六个数据。 。 然后我们现在来运行下我们的程序。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面片。 现在我们就来修改我们的顶点组合式的代码。 。 为什么要在顶点组合器的代码里面进行修改呢? 。 因为顶点组合器的磁性次数比片段组合器的磁性次数要少得多。 那么我们以后尽量在顶点组合器里面进行相关的计算。 。 现在我们就来编写我们的代码。 。 首先我们在组合器里面。 我们需要图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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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将我们传入的UV坐标除以它的函数以及它的列数 这样我们就将我们的UV坐标映射为第一格动画 然后下面我们只需要对这一格动画进行评仪 就能够得到我们对应的索引对应的那一格动画 那么在评仪之前我们就需要通过我们传入的索引 计算出这个索引它对应的是哪一行哪一列 首先我们需要计算出它对应的列数 那么对于列数来说我们计算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对它的函数取摸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列数 然后我们再来计算它的函数 函数的计算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将它除以列数 然后取整 最后我们再来进行评仪 那么我们的评仪过程也非常简单 我们将我们将我们的列数 省意它列的间距 然后将我们的函数 省意它函数的间距 这样就得到了我们新的UV坐标 然后将它复制给我们的UV坐标的变量 然后传递给我们的片段函数器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来修改一下 我们需要获得我们参数的标记 首先是我们的函数 首先是我们的长数 然后是我们的列数 最后是我们的所以 然后我们再来修改一下我们传入参数的地方 和代码 在这里我们将这个旋转注释掉 然后在这里传入我们的参数 首先我们需要传入的是我们的函数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函数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函数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图片 这一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五行五列的图片 那么我们这里就传入 那么我们这里就传入 函数传入为五 列数也为五 然后我们需要传入 我们需要播放哪一个动画 在这里我们就用一个变量来标记它 点击0 我们让它每一帧 自动加1 然后现在就来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 看一下效果 我们改一下我们的图片 这个图片不是我们使用的图片 我们将这个图片添加到我们的资源里面去 我们将这个图片添加到我们的资源里面去 然后改一下我们图片的路径 大家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们成功的播放了这一个动画 对比看一下我们的图片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将这个图片的里面的每一个动画 都连续的播放了出来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在3D游戏里面 常规使用的一种制作特效的方式 比如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个标记 我们让它播放慢一点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 类似于爆炸的一个特效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换一下其他的图片 试一下 我们换成刚才我们使用的那张图片 刚才我们使用的是这一张图片 这一张图片是一个撕行撕裂的 那我们把路径改成这张图片的路径 然后修改一下我们的行数 以及列数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面片里面的图像的数字 从1到16进行滚动的播出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 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应用非常广泛 大家在以后的开发当中 如果遇到有类似的撤效 都应该要首先想到 我们关于文理的坐标的应用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